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要不我一会儿再来 别 你们聊吧 我还是那句话 我保留我的意见 暂不上会 谢谢 这份协议是一个月之前签的 那么林佳应是什么时间认识耿星虎 又是怎么认识龙斌的呢 也是在一个月前 那也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签了 他们以借款必须由出借人扣押 担保人的各类证件为由 骗取了佳应姐的身份 身份证 户口本 房产证 还有离婚判决书的原件 这是林佳应的陈述 龙斌肯定有另外一套说辞 龙斌是骗子啊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骗子 他肯定是和耿星虎串通的 证据呢 因为带他们做公证的人 名字叫做将军 将军是骗子的意思吗 带麦菲爷爷做公证的人 名字也叫将军 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个团伙 就像您上次跟我说的 他们这种人都是有剧本的 他们有好几套剧本 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套 不是说你怀疑 你觉得是要有证据 证据 去公证处签字的时候 应该是有录音和录像的 那就请你去公证处 把录音和录像全都拿回来 好 那我现在就去 回来 怎么了 你不要去了 我去 我可以的 你不可以 你没有律师证 他们很可能不配合你 把这个材料回去再梳理一下 林家印应该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 他应该全部都告诉我 他肯定对你有所隐瞒 再去问 罗老师 您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啊 林家印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既然不相信他 那你为什么要接他的案子 是啊 我为什么接呢 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后悔 难道说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 对 因为有人在我耳边说 为了正义冲啊 所以我就冲出去了 罗兵 你有空吗 我刚好要出去一趟 去哪儿 怎么了 有事吗 福音跟你说了吗 什么事 你最好别沾您家印 谢谢 我已经沾了 你可以找个理由去去 我找不到理由 比如说你病了 我没病 我不能咒我自己 罗律师 我刚好要出去一趟 我不是来找您的 知道林家印为什么 找不到律师吗 不是因为他没钱 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 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 我喜欢风险 不值得 他们找我麻烦也不值得 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 如果有人提醒施主 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 而且是当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了他们以后偷东西的时候 再没有人敢说话 我刚才碰见罗宾了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过来找我的呀 没有 当时还有一个女的 追着他说什么事呢 戴希 对不起啊 我跟他说点事 那你在那儿等我一下 怎么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啊 莎莎吗 那你知道他跟任晓年什么关系吗 怎么了 他来找你干吗 咨询呗 我是问 他来找你 你跟罗宾说了吗 还没有 他叫我先别跟别人说 他叫你别跟别人说 他大药大白来咱们律所找你 他本来呢 是想约我在外边见面 说要请我吃饭 可是我没有时间 你也知道的 现在何赛老师让高峰管着我们 我们但凡不在律所就要跟他汇报 去干什么了 去哪儿啊 恨不得人上厕所的时间 长一点都要跟他讲 我是提醒你 鉴于任晓年跟他关系特殊 鉴于任晓年跟咱们律所关系特殊 你最好不要这 明白了 我来了 我来了 他是不是不让你管我的事啊 你怎么哭了 你再找我吧 我那时候可受了 哪个是戴希啊 戴希 没有戴希 他不是你同学吗 他还是你同事呢 他所有事你都知道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怎么没出现在你们毕业合照上 那可能是感冒了 或者拉肚子 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毕业 都有可能 你拍他干吗 我那个拍下来回去问问他 为什么不在 我劝你慎重 为什么 我听说他在你们律所挺特殊的 你知道王力 他是怎么得罪我们所主任的吗 不是听说是你们主任 既贤度能吗 不是 我们主任有一助理 给的薪水挺高的 大家都不服气 主任说他牛津毕业的值这个价 然后王力就去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不是 主任面子上就过不去啊 所以王力之后在我们所 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我得上去了啊 何才找我 你是律师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这个 分手它是属于私事 不归律师馆 如果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 需要分割什么的 那还归律师管一管 我就是有啊 您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不要写成流水账啊 不要写成流水账 要找到跟你核心观点 对应的事实 或是能印证 你核心观点的事实 着重陈述 加深印象 明确诉讼目的 好的 着重陈述 加深印象 明确诉讼目的 你不要简单地 重复我的话好不好 不简单地重复您说的话 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就是 律师的代理意见 成了法院的判决意见 我没有重复您说的话 但是你说了我要说的话 律师的代理意见 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 这就是诉讼律师的 最高境界 何老师 我努力 争取达到最高境界 越快越好 但是千万别写上流水账 着重陈述 加深印象 明确诉讼目的 逻辑清晰 表述重要事实 和你所持观点的关系 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 那就是 自己的代理意见 做了法院判决的意见 对了 律师的代理意见 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 这就是诉讼律师 最高的境界 你现在很不错嘛 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是你说了 何塞老师想说的话 我觉得何塞老师说得对啊 咱们律师在法庭上引用的法文 那不都是别人写好的 说过的吗 你最近跟孟小雨走得挺近啊 你可别误会啊 是她想跳到咱们所 我们俩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我倒没误会 顾杰之前不是也挖过我吗 可是后来我没去她呢 就是因为觉得 跟孟小雨在一块工作 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尴尬啊 我说 你俩 不会真谈过恋爱吧 没有 真没有 那你尴尬什么 她到处跟别人说我跟她谈过 其实我们俩就是一块上了一个 考研培训班 最多就是在一块吃过几顿饭 别的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你这个事儿吧 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 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 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 其实我在找你之前 我已经找过他了 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 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 不可能 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 如果他拒绝你 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 是这样的 任小年呢 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 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 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 但是严格意义上讲 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 那为什么呀 因为利益冲突啊 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 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 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在担任长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 期间或者合同终止一年之内 在诉讼或者仲裁案间 为法律顾问的单位 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 我一句都没听懂 你说慢一点我真的听不懂 我说简单一点好吗 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 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 但是在一年之内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 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 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 可是现在马上满一年了 马上满一年 他也没满一年呀 对吗 差一天都不行 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太为难的话 你接上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 只要是你行得过的 我求求你了 爱希 我求求你了 不好意思 我签接个电话啊 喂 张艺姐 戴希啊 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 他们告了我 他们真的告了我 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您 您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 您等我啊 好 拜拜 这样吧 我借上一个我的前同事给你 好 你信得过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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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老师 干什么狂狂张张的 这个 林佳英跟我说 当时耿心虎追她追得非常紧 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 这个协议是耿心虎主动提出来的 这是一份入股协议 没错 根据这份协议 林佳应和耿心虎 打算和开一家公司 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五千万 林佳应占百分之五的股份 也就是二百五十万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他对你有所隐瞒 你偏不信我 我也问他了 他跟我解释说他 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 是他自己都忘记了 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忘记了 那你有没有问过 他还忘记了什么 那些就先别管了 就光这份入股协议 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问题 您想想 五千万的注册资金 五千万 如果真的有这五千万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 林佳应这套房子呢 他的这套房子 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 对方起诉林佳应有证据 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 但是林佳应起诉对方诈骗 缺少证据 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 和真实姓名 有走账记录 还有他林佳应的签字 形式上是完备的 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 但是对方证据确凿 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 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 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 是完整的 他们是个团伙 他们何起伙来去骗林佳应 有人办男朋友 有人办投资人 他是弱智吗 他是受害者 他还不如是弱智呢 你在干什么 我这肩膀抽筋了 有点疼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等我干什么 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 我告诉你 你最好想办法证明 他是弱智 或者他精神有毛病 这样我们的胜算 还能大一些 吴老师这事儿真的不能怪他 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 怎么证明 将军 您找到将军了没有呀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 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 马上现在再去找林佳应 告诉他 让他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还有电话 微信 记录 每一条全部都响起来 包括耿星虎的 龙斌的 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 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 要相信你 不要难为情 每一条都要给你听 你也要听下去 好吗 他说这是他的隐私 怎么办 那就告诉他 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 我不相信的案子 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 怎么了 牙齿也不舒服 这 好笑吗 还有 记住 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我背后有眼 给人生事 一天 严格来说 青春损失费属于民间说法 当事人关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 也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的 那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跟任小年 白白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送给我的房子 现在分手了 我还得还给他 这不是鼓励男人不负责任吗 如果你和男人谈恋爱 法律支持在分手以后 男人给你一套房子作为补偿 这不是变相支持男人包养女人 对吧 莎女士 你先别生气 我刚才可能措辞有点问题 我马上给你处理试喊 您 您先坐 我刚才呢 是在给你沙盘推演一下 那这样 就按照你说的 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誉 你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吗 有 行 那我们先不提清纯损失费 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誉 赠誉呢 是不能随便撤销的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那您看 咱们那个代理协议 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 我如果觉得行咱们就签 好嘞 给你的 独家配方 有事找我 你忙吗 还好 你说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我是我姐的助理 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 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 自己忙不过来的 你可以给我来做 可以啊 那个球皮大一丢失的快递案 是不是快开庭了 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啊 好啊 你去找戴希双 好的 佳颖姐 您现在有空吗 我想过来找您一趟 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 来 谢谢 你 欢迎 还没下班呢 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 很讨厌的当事人 你怎么知道的 吐槽你脸上写着呢 现在 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 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 罗老师 我觉得您这样做 特别特别特别地不对 你怎么可以把我前妻 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 你就这么移交给蓝蓝了 是 我是你的助理 这一点错都没有 但你不能不尊重 我的劳动成果吧 你这样子的话 说得轻一点 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你说得重一点 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 我的劳动成果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完了 那我来总结一下 你冲进我的办公室 先是质问我为什么 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蓝蓝 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 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给了蓝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 首先 这个案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的资格 其次 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尤其是林家印的案子 按照我的原则 我是不会接的 但是按照你的原则 我接了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 既然接了就要全力以赴 所以说 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 给需要案员的同事 这有什么错呢 再说了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擅自做主 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 这怎么算呢 我已经跟莎莎说了 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 然后呢 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 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 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跟任晓年有关系 那在你知道了跟任晓年有关系之后 你做了什么呢 我就让她去找别的律师了 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吗 她求我 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 你有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 而不是她有没有求你 范小天 真是有爱的行为 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 通知她下礼拜开庭 你跟小金商量一下 就说我给她推荐一个 全球排名前十法学院毕业的律师 你不亲自出庭吗 你 现在 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 去啊 好 怎么回事 我忽然有点崇拜何赛 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也经常会说何赛 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 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 没错 我还记得何赛非常生气 说我羞辱了他 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 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 比如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是 你晚上有空吗 我陪你衣服 我陪你衣服 全都在这儿了 下周开庭 具体的你们丽娜吧 谢谢啊 有空一起吃个饭吧 不了 我有事 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呢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有事 你好像一脸的不高兴 我确实不高兴 是因为我抢了你的案子吗 你说呢 我就是随口跟罗宾说了一嘴 这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答应了 你当然想到了 你要是没想到的话 你就不会张着个口了 那你要是不高兴的话 那我把它还给你喽 不了 我还有别的案子呢 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 随时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贝奇 洪蔡老师 你是从兰兰办公室来的吗 对 她干吗呢 助人为乐 助人为乐 你跟她没有回我微信 所以我就过来了 我没顾上 我没顾上 忙什么呢 这不是那个快递丢失的案子吗 罗宾把那个案子给我了吗 给你的 我毛髓自尖 其实 我那儿也有很多的爱缘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 我可以跟你分享 谢谢 那个 你刚才 说关于损害你医务的事情 怎么赔 根据中华人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及司法解释 损害他人的财产 财产损失 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 被计算标准 被损坏的财产 完全损毁 灭失的 按照该财产当时市场上 对应的价格标准 按全价计算 如被损坏的财产 完全损毁 灭失财产 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以上的 按照折加后的价格进行计算 如财产部分毁损 应当按照有益毁损 使该物价值损失的相应市场 价格标准计算 那你看 何赛律师 您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 对我进行赔偿 那我应该依据什么 我记得刑法里面有那么一条 故意损坏公司财物 涉嫌以下情形之一的 应以立案追溯 一 造成公司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 你这件衣服五千元以上吗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关于八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 认定标准的通知 故意损坏财物罪 数额较大为五千元以上 数额巨大为五万元以上 您刚巧够上了数额较大的标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过失 你就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 你就是 我不是 那 那 那我总得有犯罪动机 对吧 你没有呢 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 都是被骗了房子 都是付强公正 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受托人 你找我俩就为这事啊 不然你以为呢 我以为咱俩有哪个汗子碰上了 这不就是碰上了吗 我记得你爷爷刚出生的那会儿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 这是一团伙 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现在时常感到万幸 我们家那事幸亏我发现得早 我爷爷的房子算是保住了 可后面发生好多手都没来及跟你说 担保公司派人去我们家骚扰 来了一群流氓 你只要报警的话 他们就都是经济纠纷是要账的 你能说什么呀 他们已经把法律都给琢磨透了 人家也是有组织 有管理的 他们觉得把你骗得倾家闹产 那是你应该叫得智商帅 都这么想 现在林家已经被他们逼到活不下去了 股民炒股血本乌龟 也被逼得活不下去了 那你能告贱古人吗 对吧 不是 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他们这是犯罪 如果不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话 他们会骗更多人的 我真的帮不了你 爷爷不是和姜萱认识吗 我爷爷是我亲人 林家硬是你的客户 你的当事人 行了 别管了 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爷爷呗 我们现在不住那儿了 惹不起还躲不起啊 房子是保住了 他们老来人骚扰啊 我在安居客上 找了一间房子 我们咱之前搬过去了 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晚上约了事 就等了 走吧 这台电影怎么又回来了 手机忘了 那是上头电梯 你不下班 躲在这儿吃什么呢 我在等林家硬呢 她突然放我鸽子 让我等她 喝吗 我刚刚要喝仨了 没事 想让我跟你说实话吗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想说林家硬 她为了让我接她的案子 所以呢故意对我有所隐瞒 她怕她都跟我说了 我就没有那么同情她 我也就不会接她的案子了 是不是 有的当事人很奇怪 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律师 林家硬呢 她之前被别人骗过 这样的当事人 你更要小心 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大不了输呗 这不是最坏的结果 这案子如果你输了 他们可能会纠缠你 让你赔房子 让我赔房子 嗯 凭什么呀 他们的逻辑是 官司如果打赢了 他们的房子就能保住 现在如果因为 你输了这个案子 房子没了就得你赔 好 哎 丽娜姐 你把我说的都开始 怀疑人生了 我就是跟你提个醒 嗯 我知道 谢谢 你跟麦菲 真分了 当然是真的了 我骗你这个干什么 我刚才在楼下 看她上了一辆豪车 就刚才 应该是客户的车吧 廖主任最近给了她 一个特别土豪的客户 挺好 什么挺好 你们这辆现在挺好的 不错 拜拜 我走了 拜拜 你接着吃吧 来 罗宾律师 您是 我叫李德彪 之前也是赶律师的 我们之前见过吗 我现在早不干了 干律师太辛苦了 而且没回头客 您想啊 谁家成天到晚打官司 除非是犯罪团伙 那也有量可以 常年有 今儿这个兄弟进去了 明天那兄弟出来了 今天这个抓了 明天那个判了 普通老百姓 赶上一回打官司 找您打 您要是给人家打输了 那得天天到律师所去闹去 就算是赢了 那也是一锤子买卖 业务量不行啊 对吧 那既然 不干了 现在主要是 讨债 对 我有个客户呢 正好跟您有点关系 想托我找您谈谈 您是他的律师 找我谈 那就别在这儿谈 明天来我律所 我一看见您呢 就看见当初的我 我当初跟您一样 特别有正义感 就是后来啊 处理起交通事故 医院住了半年多 你想干什么呀 没想干什么呀 我就想跟您聊聊 您要是忙 我就不打扰您了 这是更新室 没艰苦 您放心 我是好心 怎么会见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戴希办公电话 Siri没有找到 戴希办公电话 戴 戴 戴希 对不起 请您再重复一遍 戴希 是要给戴基打电话吗 你才戴基呢 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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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住了半年多啊 麦菲电话 好的 给麦菲打电话 我接个电话 喂 罗里 麦菲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急事要找戴希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那个 那个我 罗里 我这边有事 我等会儿回给您啊 知道林佳英 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 不是因为他没钱 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 而是因为他的案子 风险太大了 小拓团伙作案的时候 如果有人提醒施主 他们会把那个人 往死里打 而且是当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兼钱驱逐挣钱 是非常残酷的 我是好心 麦菲电话 现在是下班时间 这里是麦菲的机器人助理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现在有点急事要找戴希 你帮我找到他家的地址 现在就要 我在民营院呢 刚扶着面膜挺贵的 不要开玩笑 明天我送你一筐面膜 现在马上发给我 你帮我帮忙 我帮忙 早就帮我帮忙 这好 我帮我帮忙 我帮忙 就行 我帮忙 10 中文山 阳山 阳山 这边休息 嫁衣姐 嫁衣姐 我知道您在家呢 我刚看到了 您家灯亮着呢 你怎么回事啊 佳颖姐 佳颖姐 您要是不开门的话 我就报警了啊 林佳颖 佳颖姐 佳颖姐 您怎么了 不是 没什么 你怎么了这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了 没关系 我来都来了 您摔哪儿了 我带你去医院去看看好不好 你听我说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没事的 我带你去医院去看看 您先让我进来吧 您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为什么脸会肿成这个样 佳颖姐 喂 喂 罗略 对不起 我刚刚在忙 您说 我有点急事 想找戴希 但是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我想问问你 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 你现在是否会认错了 你还没人接受吗 我现在是否会认识 你 是否会认识 还是否会认识 见识 在每个小屋里面